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A.Putin以南恩的亲姐姐为了澄清妹妹的无故 在自己的IG发文并公开了以南恩的日记 但是很快就因为一个网友的留言 亲姐姐马上就关闭了IG账号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昨天,以南恩的亲姐姐在网上发文 我妹妹是心软且多优多虑的一个孩子 很担心因为这次的事情而想不堪 为了担心的粉丝们 所以鼓起勇气在广告上传了立场文 因为真的不是事实,都是谎言 以为只要等待真相就能大半 但是没想到澄清真相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杀爱者的父母有传送指责的短信 但是我父母亲说连联络方式都不知道 如果本人的话是事实,请拿出明确的证据 因为你的谎言而受到的指责 让我们家人留下了洗不掉的伤痕 如果主张的是事实 应该会有父母亲传送的指责短信截图 然后以南恩的亲姐姐上传了以南恩在2016年 全球退团前写的日记并表示 这个时候我妹妹身心非常疲累 现在都不想要想起当时的回忆 因为本人特别痛苦 根本就不是可以X谁的情况 一位网友留下了这样的留言 我是你X受爱者之一 在你妹妹出事后 朋友们都在说你的事情 没想到你在大天的集美食学院也是不得了啊 然后写下了很多亲姐姐在学校X同学们的事情 怎么办呢?不是一两个人看到了这些 你可能不记得,但是受爱者们都记得 我对你的妹妹没有什么想法或感情 只是觉得你竟然对那个正义能这样护航 真的是太让我傻眼又荒唐 你是不可以这样的不是吗? 我不认识你妹妹所以不方便说什么 但是你应该要悄悄地过生活吧? 你是不可以站出来这样大声说话的? 委屈吗? 都是以前的事情 是因为年纪小 我们的年纪也都很小 对你来说是以前 但是对我们来说 仍然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性格 我现在写下的内容只是冰山的一角 但是也不想多写了 因为不想回忆到你 所以不要再说话了 你妹妹,你父母,所属公司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安静点,有良心的话 在这个留言之后 你男人的亲姐姐就关闭了IG 因为现在韩国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云祝同学以及云祝亲弟弟都被警方无嫌疑处理 以及DSP不是以散播虚假事实 而是以事实指出民运毁损提高了云祝,云祝同学,云祝亲弟弟的部分被曝光后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真的是非常不好 不过最后想说一下 对于做错的事情 大家要指责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感觉现在很多留言都很过火 好像真的要等一个人出事了才能结束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指责是指责 但是不要太超过了 所以对于一男人亲姐姐的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TWICE R-Core Free的舞蹈 引起网友们热议的部分 TWICE这次的新曲R-Core Free真的是太爱了 在工作很累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话 突然就感觉自己躺在海边的黑幕上一样 吹着凉凉的风 马上就会很放松 所以引起热议的部分就是 到底这首歌的哪一个舞蹈是Point舞蹈? Point Ammo用作文要怎么说呢? 就是像 这些就是Point Ammo 首先很多人认为的R-Core Free Point Ammo 第一个是喝醉的这个舞蹈 第二个是制作酒的这个动作 大家觉得哪一个是Point Ammo呢? 嗯... 这两个虽然都很好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Mina作酒后给塔天的这个部分 能不能也帮我做一杯 所以整理一下就是 子鱼生日快乐 Mina作词 Mina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